各位弟兄姊妹会主内平安 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同心敬拜主 愿意我们都能够安静到我们自己 在你的位置去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一个位置去坐下 然后去尊重我们的灵 愿意神的灵去充满我们每一个 愿意敬拜他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会用肥腊比书开始 肥腊比书第二章六至十一节 那里是这样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 反倒虚己 取了奴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谦卑自己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把他 升为至高 又刺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是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众失都要跪下 众口都要宣应 耶稣基督是主 归为药给父神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他愿意来到这个世间 甘愿是给丹十架 为着成就救恩 让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 愿意我们藉着这首诗歌 你成就救恩 去歌众各位 让我们永生 为我们成就救熟的 各位主耶稣 是你灵魂光分寿 包爱尊贵 监心欺赏 十架 眼泡同主大楼 全得性念 你成就救恩 同赞美耶稣的性 永远 祭不举耶稣 保贵明智 众人之 尽人永远当得天拜 欢呼各场 全数九州 全数九州 初三厨 同赞美耶稣的性 永远 看 gener 在 прос面 祭不举耶稣 没有归人此 众人之 正能会 遥当得天拜 欢呼歌唱全十九主 耶稣你是我 是你 永恒光芳青 爱尊贵 甘心牺牲 十九 难求金珠大量 全德性谐 你成就救恩 同赞美耶稣的声永远 在告绝耶稣我归面前 祝愿者 祝愿永远 当得敬拜 欢呼歌唱全宿舊主 同赞美耶稣的声言 是她之前 祝愿者 祝愿联拜 祝愿者 祝愿最幸年 祝愿者 祝愿永远 在告绝 祝愿者 祝愿永远 耶稣我归名字 祝愿者尽能为要当得结枉 患赴那场全属旧书 耶稣的死亡 那我们同心祷告 神啊 感谢你 让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成为人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基督 得到永生的确据 耶稣啊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看出我们的软弱 因为你在十架的牺牲 使我们得以从罪里被释放 圣灵啊 求你此刻充满我们 每一个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人的生命 好使我们能够在敬拜里与神相遇 让主的光照耀我们 让我们在看来好像混乱沮丧的境况里面 再一次得见主的光辉 三位一体的真神啊 求你越纳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在敬拜里面 找得到你 听到你的声音 也得着你的恩惠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 圣命而求 阿姆 弟兄姐妹以下来 我们会看一篇的诗篇 它是诗篇139篇 那里它会说到 告诉我们神是怎样认识我们每一个 而我们原来是怎样被神认识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139篇 奥华 你已经监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走路 我躺饿 你都世财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舍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前后环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拆的 至高 是我不能及的 我望那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望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躺在阴间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神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的肺虎是你所做的 我在武福中 你已编织我 我要称借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为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塑造 那时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承认的体质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都在你的策子写上了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思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是啊 弟兄姐妹 我们如何逃避 我们都逃不到 我们的神 祂深深地认识我们 那个程度 就算我们未在这个世界出现 祂已经见到我们的体质 在武福里面 承认的时候 祂已经知道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如此认识我 我们去认识那位 祂深深地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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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öt 我奔跑我奔趕 我奔跑我奔跑我奔跑我奔快火 我奔跑我奔餓我奔emy了 但写着清彩 年月有如先飞过 但你的手除未爱过 看春花 看艳阳 看乐艳 看冰梦 你入手中就也孤子着我 我在地上年日 你已经数数多 你心底的血 如开山那么多 我在地经与天涯 仍旧环顾着我 这高手的爱可责得到我 我 仍然将爱虽被打破 但我有主同在能充分 有北风 有巨浪 有和患 有艰难 我曾信主任也 我已冒过 我在地上年日 你已经数算了 你心底的意见 如开山那么多 我在地经与天涯 仍旧环顾着我 这高手的爱可责得到我 哦哦哦哦哦 年月有雨时远跪过 但你的手从未离开过 看春花 看艳阳 看乐艳 看冰梦 你心底的意见 如开山那么多 我在地经与天涯 仍旧环顾着我 这高手的爱可责得到我 哦哦 天正爱虽被打破 但我有主同在能充分 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有艰难,我产生主任,下朗烟无光 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有尖难,我产生主任,下朗烟无光 下朗烟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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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平安 虽然大家不能实体聚会 但我们仍然感恩 神给我们借着很多弟兄姊妹的努力 我们仍然能够每个星期 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去敬拜祂,一起听祂的话语 在诗篇里面,我们去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选择的是诗篇第八十一篇 在进入经文的讲道之先 我想跟大家首先都读一次这些经文 以至到大家都能够更加清楚 经文里面所表达的信息 我亦都鼓励弟兄姊妹 如果你看到投影片的时候 都可以一起去读出这些经文 诗篇八十一篇 阿撒的诗,交予灵掌,用加特乐器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唱起诗歌打手鼓 弹尾琴与塞 当在越索并越望 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 因这是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室中间立此为正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康子 你在急烂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密处应找你 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文啊,你当听 我要劝戒你 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爱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话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吸你充满 无奈我的文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肛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文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话的人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墨子 给他们吃 又拿从盆石出来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我想问弟兄姊妹 尤其是做妈妈的那些 我想爸爸都有的 有没有遇过一些情况 当你和你的儿子和你的女儿 说话的时候 他在房子 他对着电脑 他在做东西 他可能在上网 可能在打电机 有没有试过这些情况很熟面 就是说 儿子 出来吃饭 帮忙开桌 接着怎么办 哦 可以了 就认了你了 但他仍然坐在桌面前面 仍然看着电脑 可能你会再叫多一次 儿子 吃饭 出来 他仍然会回答你 哦 可以了 但他仍然坐在电脑面前 仍然在打电机 我想这些情况 我们经常都很常见 是吧 情况呢 就有些像在投影片上 刚才那位女子 那样 你拿着个大声 在他面前 大大声声跟他说 你有你说 他有他打电机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做这些动作 是吧 我想起呢 Simon Garfunkel 一首很知名的歌曲 他叫做Sound of Silence 其中一句的歌词他就说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Hearing 和 listening 有什么分别呢 可能我们中文人 有时候没有那么觉 听吧 都是听吧 但是什么叫hearing 什么叫listening呢 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呢 我定了一个题目 叫甚愿你肯听从我 这个是神的心 如果您仔细看这段经文 你会发觉里面有很多关于听的字 我投影片里面 就highlight了几段 几节的经文 在第五节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这个是讲阿撒作者自己讲的 神也都几次跟他的子文讲 第八节他说我的文 你当听 甚愿你肯听从我 第首一节 神也都说 无奈我的文 不听我的声音 十三节 甚愿我的文肯听从我 你会发觉 整篇经文 很多跟听有关的 特别是听从这个字 什么叫听 什么叫听从呢 有没有分别的呢 今天我们希望 藉着这段经文 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的反省 讲到听这个字 喜伯来文叫shamah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你要听 以色列你要听 那个就是shamah 在生命记六章四至九节 他说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话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话你的神 第六节他说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恩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历代的犹太人呢 就称这个 生命记的六章四至九节 就叫做 这段经文就叫做shamah 示马 希伯来文 刚才我说过 就是听 听 这样的意思 他们其实每一日 都会读这几节的经文 shamah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直到今时今日 如果你去以色列 或者你看到任何一个的 以色列人犹太人 你问他什么是shamah 他就会跟你说这几节经文 他们每日的祈祷 他们会连接还有 几段的小的经文 例如都是生命记十一章 十三至二十一节 还有文数记十五章 三十七至四十一节 几段经文 夹在一起 就写在一些小小的卷軸里面 就好像经文所说 他们会将这些小小的卷軸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一个经文盒子 就绑在额头上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有些犹太人 在额头上面 有个四方的盒子 也都在手臂上 纸了一些带 那些带也是写上经文的 这个就是shamah的传统 原来 以色列人视为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都是和听有关的 那为什么听那么重要呢 我希望今天从以下三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去学习 如何去明白 听从神说话的重要 第一点 我们说 我们要听从神 因为神先诗恩 我们应当去清重 在第一至到五节 经文这样说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唱起诗歌 打手鼓 弹尾琴雨塞 当在越索并越望 我们过节的日期吹国 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若塞中间立此为正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这篇经文 诗篇八十一篇 是一篇住棚节的经文 是庆祝住棚节的诗歌 在犹太历 每个月的初一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是 阴历初一称为月索 十五称为月望 住棚节是由七月十五日起 一年七日 住棚节是会众要住在棚里面 纪念出埃及的时候的旅程 并且每逢七年的住棚节 每隔七年一次 他们要宣读律法书里面 《生命记》三十一章十到十二节 和《利美记》二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在《生命记》那里 记载神 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他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 就在豁免年定期住棚节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 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 并成女寄居的 使他们听 使他们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謹守遵行律法的一切话 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 在头几节 就已经邀请我们一起重赞主 重赞的原因 是因为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拯救他们 第一二节 在这一小段之中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文 是神的吩咐 他说我们应当大声欢呼 他形容这位神是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认清楚 我们力量的来源是他 不是我们自己的体格 不是我们自己的战斗能力 也不是我们的知识 第四、第五节再次去讲出 用很加重语气去讲出 为什么要敬拜神的原因 歌颂神、赞美神是神的吩咐 是神向以色列列祖所定的律例 神之所以定的律例 正是因为好像第五节所讲 他将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从当初 他们在埃及是奴隶 到今天 他们能够有自己的粮食 因为住棚节又叫做收藏节 就是纪念他们每年 可以将他们的穀物收藏在仓里面 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 是何等大的恩典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 好像你以前那样 如果你从前 好像一个地盘工人 每天要做十六个钟头 才勉强得到三餐 这三餐都未必温饱 做得不好 还要被人鞭打 但是到现在 你得到拯救了 你有自己的房屋 你有米缸有米 随时够吃半年有多 或者你打开厨房的柜 里面还有很多罐头 你便会明白 当时以色列人感恩 就是理所当然 第三节那里说 在越索并越望的时候 就要歌众神 在过节的时候要催觉 以色列的宗教历 去到七月 就是住棚节 就是我们 阳历的九月十月左右 是一个秋天的时间 秋收的时间 也都将这些穀物 能够收到他们的仓里面 以备用明天 明年 下一年都可以继续有粮食 第五节 他再次提到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室中间纳此为正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这个我所不明白的言语是什么呢 应该说的是 他们列祖当年所不明白 或者他们当时可以听到的东西 思想上 以色列人的列祖 他们在埃及做了四百年的奴隶 我相信都没有人想过 有一天 原来他们可以变成自由人 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有谁有那么大的能力 可以解救他们 帮助他们 做了几百年奴隶 我相信他们的奴性 可能都很重 已经习惯了做奴隶 所以 当神告诉他们 当他们的列祖 开始得到神的晓语 告诉他们神会拯救他们的时候 可能这个就是 诗人阿萨所说 他所不明白的语言 人很难明白 为什么可以成就这么大件事 唯有神 将这个计划放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 帮助我们去明白 对于我们来说 主私恩不尽 弟兄姊妹 你自己有没有曾经都停不下来 细心想一想 在主的面前去感恩 感恩神曾经如何帮过你 曾经如何拯救你 我相信 我们每一位 在我们跟神相交里面 我们都会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 这一段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要歌颂神 要赞美我们的神 接着经文在六至十节提醒我们 我们要听从神 是因为神吩咐我们以祂为主 六至十节 神说 我使你的肩得脱从淡 你的手放下康子 你在急烂中呼求 我就答救你 我在雷的隐密处应允你 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文 你当听 我要劝戒你 以色列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下拜 我使耶和话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吸你充满 在出埃及去加南的路上 神不断施恩 就好像在米利巴那里 神吩咐摩西击盆石出水 令到他们有水喝 这个都是这首诗五至到第七节之中 记载的 第六节 神说我使你肩得重担 你的手放下康子 意思就是要 令到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生涯 因此 神在各样急烂之中去搭救他们 当法路的重兵去追赶他们的时候 神用云柱火柱 令到他们没有办法接近以色列人 又使他们在海中全军覆没 这个都是神诗的恩典 帮助以色列人在最危难的时候 帮助他们可以离开逃脱 第八节特别提到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马萨 这个是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那里讲的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马萨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 帮助你们留意一下 明明我们在其他的经文看过 神责备以色列人 在米利巴那里试探神 但是在这里 神又说 我在米利巴那里试验你 原来 神都很幽默的 原来当以色列的子民去试探神的时候 神也值这些机会去试炼我们 帮助我们成长 经过米利巴水的事件 让以色列人更加明白 勃契神是没用的 他们应该去信应神 听神的教导 也应该要明白 神就是那位 愿意供应给他们的神 第十节那里说 我是耶和华里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吸你充满 神既然拯救了以色列人 他就会供应他们 帮助他们 在第八节 神正如我刚才所说 神再次说 我的文你当听 我要劝戒你 以色列 甚愿你肯听从我 接着在第九节 这一节经文很重要 他说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下拜 弟兄姊妹 当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可不觉得很熟 因为相信我们都听了很多 这个是十节中的第一节 在《崔埃及记》的二十章三节 和《生命记》的五章七节 都有这一个经文 十节之中的第一节 在这里我都很想和大家 一起思想一下 十节之中 第一节和第二节 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第一节说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节说 不可 为自己雕刻偶像 叫我们不要拜偶像 其实 有别的神 和拜偶像 在本质上有什么分别呢 很多人来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会不会是同一件事呢 拜别的神就是拜偶像 这个图表 我想和大家看看 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 对于十节的分类 其实有少少不同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一向将十节 第一节就是 我是你的神 不可信仰别臣 而第二节 不可拜偶像 但是天主教呢 他们的分法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 第二节呢 他们摆了在第一节 我是你的神 不可信仰别臣 和拜偶像呢 他们摆为同一个界明 而我们的第九界 和第十界呢 就是我们的第十界 应该说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和房屋呢 我们是视为第十界的 而天主教呢 就将它拆成两个 两个的界明 那大家同样都是十界的 不过那个分法有少少不同 那我们就要问了 那到底 我们分得对 还是 天主教他们的传统分得对 那今天我们自己 基督新教的 我们当然是说 我们分得对 那但是要有原因 要有道理的嘛 那到底 信仰别臣 和拜偶像 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呢 拜偶像呢 就是 如果你有留意这个经文 他说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原来偶像是人手所做的 是一些实物来的 你可能拜这个石头 拜那个公仔 拜一个观音像 拜一个佛像 这个就是拜偶像 甚至乎 你留意 当以色列人拜金牛毒的时候 其实他们不是拜那只牛的 他们是视那只金牛毒为神的 但是神也都不批准他们 不可以的 因为为他们雕刻偶像 都是不行的 所以拜偶像是一些实际的实物 而信仰别臣是什么呢 这个神可能就是你心目中的力量来源 是针对我们的心 当你信哪个神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你眼前看到那个实际的景物 而是到底你的心放在哪里 你信哪样可以帮到你 你的力量来源是哪样 那个就是你的信仰 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犯第一届呢 你有没有信仰别臣呢 什么叫做拜别的神呢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很多时候我们信仰了别臣 而我们自己不知道 这些是什么神呢 我举几个例子 这个可能是环境之神 当环境顺风顺水的时候就是神 所以不理他道德不道德 良心不良心 能够造就好环境的人和事 就是我们的神 即使神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 但如果公义和怜悯不造就好环境 我们有时候就恕难从命了 所以你会见到 有时候基督徒都会犯罪的 基督徒都会有一些不合义的做法 可能是誓到避碎 可能是说谎 大的可能是一些更大的商业罪行 甚至刑事罪行 有一种神叫非黄腾达之神 每一个升职的机会 每一次跟竞争对手的交敬 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都不能够放过 弟兄姊妹我不是反对做人要有目标 或者做人要上进 做人有目标是好的 可以完善到我们自己人生 也都帮助到我们人生有动力 但是如果我们的前面的目标 或者我们的晋升的机会 或者我们的想学习的东西 已经成为我们心目中所有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已经犯了第一届信仰别臣 有一种神叫身心康太之神 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家人的健康 当我们健康的时候 就一定是神保守 但是如果久病不起 一直都不见有起色 祈祷又不蒙英韵的时候 那这个神仲是不是神呢 有一种神叫心仪学科之神 对于很多同学来说 心之所是 是他不生努力的追求 谁能够帮助我登顶 有什么可以帮到我 最好就是十年寒窗虎读 所以当大考在职的时候 就一定是留在家 善用每一分每一秒 做past paper 好过去教会 还有一种神叫子女大神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子女成为你的所有 好像圣经所说的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刀记掛着你的子女 那其实 哪个才是你的神呢 我经常说 赢在起跑线 你为你的子女 预备很多的东西 为他铺路 甚至乎 当他要考试的时候 你说 好考好你的试 可以准你不回教会 都可以 更甚的 陪你不回都可以 还有知识之神 名利之神 靓仔靓女之神等等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 会不会 各人心里面 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神 当我们能够真真正正 去信仰我们 这个三一真神的时候 我们自自然 能够去明白 到底 什么叫做不能信仰别臣呢 去到第三点的时候 都想和大家去看 第十一至到第十六节 经文这么说 他说 他无奈我的文 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 全不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肛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文 肯听从我 以色列 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 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墨子 给他们吃 又拿从盘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 这个告诉我们 神愿意赐福给那些愿意悔改 回转的人 神的吩咐是很清楚的 十届第一届已经吩咐 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神在你和我中间 除此之外 再没有别的神 但作为神的指纹 是不是真的听了进去呢 我想未必经常都是 或者今天你没有 但是神也提醒我们 他在11节说 无奈我的闻不听我的声音 很多时我们听了神的教导 但我们也有拨益神的时候 我们不听神的说 他说以色列全不理我 但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神的慈爱 他不是发烈路 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 他没有说要从天下涂抹他们的名字 神没有这么说 神是感到很无奈 他说 无奈我的闻不肯听从我 神对不肯听从他声音的人 有什么惩罚呢 如果你细心点看经文 原来真的没有什么惩罚的 极其量 他说都是 任凭他们心里肛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当然 从历史上让我们知道 任凭他们从自己的计谋而行 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见到以色列文 多番给仇敌入侵 欺凌 掠夺 甚至割破家亡 但是 神有丰盛的慈爱 他应许那些不听他声音的文 只要他们肯回转 肯听从 肯行他的道 他就帮助他们 制服他的仇敌 叫他们投降 在这里 第十五节 有需要更准确的翻译 我们参考 和修本 他就说 愿他们的厄运直到永远 原来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 神就会帮我们制服他们的仇敌 也让他们仇敌的厄运持续下去 仇敌的厄运 可能就是我们的好运 我们这里见到神 像一个慈母 多过像一个审判官 他的责骂 都算是很轻的 但是他的应许 是很大的 这里 让我们想起 其实我们有时候 对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能不能够有这种心肠呢 就好像 我记得我以前做 福音戒读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有一个弟兄 我们通常叫进来戒那些 他们叫弟兄 有一个弟兄 他差不多 林毕业要走的了 因为他们通常住一年的 他要走之前 久不久 我们当然聊天都会提醒他 以他的性格 很多时候都 比较 严的 或者 贪玩贪吃 特别提醒他 你出去 不要再 聚回以前那班人 不要再去吸毒 不要再行差踏错 尤其是你这样的性格 这么喜欢和人斗 也这么喜欢享福 享乐的时候 你很容易 粘回以前的人 那里 当时他回答我 当然不会 我一定不会的 我站得稳 你相信我 他说 他说 接着 我还 比较严肃的 跟他说 说你就这么说 不要响响响 你以后 你不要回来找我 但是 当他不早业出去之后 真的不够一年 他又因为 藏毒 又要再次回来戒毒 回来的时候 第一天 他就要面对全村人 我们戒毒村 面对全村人 去介绍一下自己 各样 从一个新人做起 介绍完自己之后 他就进入了我的小组 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他的眼神 有点不好意思 他可能想起 我们当初的对话 他说过 他说 行了 我一定站得稳 我不会回来的 如果我真的失败了 我宁愿去坐牢 我都不再回来 福音戒毒 但是当然 到他真的犯事的时候 他藉着感法官 向法官求情 他希望给他一个机会 回来福音戒毒 不用他去坐牢 结果法官给他机会 他再次回来 但是当他面对我的时候 他想起我说过的话 你不要再回来 回来我不理你 但是当然 我想起当时的情况 其实就有点像神 可能警戒的时候 比较严厉 但是到真的有事的时候 当时他来到我面前 我记得 我只是踏着他的肩膀 跟他说 做什么 回来深掃 今次好好地学习 学了之后 下次 不用再回来深掃 我们没有再高点的学位 说笑就算了 其实神 对我们 可能都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再次提醒 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听 我们听从神 因为神有封城的慈爱 神能够从米利巴的盆石里面 出泉水 神也能够叫盆石出封物 神的恩典是无穷尽的 但是这里再次提醒 以色列人 也提醒我们 当我们错的时候 我们要回转 才能够得到神的慈爱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有没有放下自己 光硬的心 到主面前去领受他的恩典呢 神恩典 与我们都不要忘记 神的恩典 最后我想和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所 从经文里面所学到的信息 神叫我们去听从祂的时候 我们明白第一点 我们要清重神 神吩咐我们清重祂 因为祂是施恩的神 第二点 神吩咐我们要以祂为主 这个我觉得是重中之重 因为不可有别臣 你可以视为诗篇81篇 这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去明白 什么才是相信神 什么才是我们的信仰 第三点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纪念神封诚的慈爱 我相信当我们 学会了 如何听从神的吩咐 遵守祂的戒命 你就会明白 如何尊祂为独一的真神 同样地 当你认定你的主就是你唯一的神的时候 祂是你唯一力量来源的时候 你也会学会 如何去听从神的吩咐 最后我想用雅各书 一节大家很熟的经文去结束 我们今天的信息 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 提我们 指示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控自己 兄姐妹 我们听了道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行道呢 我们是否真的听从神呢 还是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 神说的时候 你认了就行了 但仍然在做你自己的事呢 但兄姐妹我鼓励你 想一想在你生命中的一件事 一个喜好 一个目标 一个理想 我不是叫你向这些目标奋斗 向这些目标奋斗就必然的了 但你想想 会不会这些东西 从前就是你不发觉 但现在你发觉了 原来他就已经占据了 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你试试将你这些事件 喜好目标 从这个神级的位置 降下来 将这个神级的位置 给回真正的三一真神 让神成为你真正的独一真神 愿神保守大家的心 我们同心有个祷告 七日天父我们很感恩 你给我们 从诗篇里面的信息 让我们明白 我们要听从你的话语 特别要我们去认定 你就是我们生命之中最重要的神 愿圣灵时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以至到我们能够学习 如何去听从你的时候 亦都行起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感谢主听祖告奉耶稣明以求 阿们 我们感谢神 让少童传道今天给我们看到诗篇81篇 原来看到在十教里,神提醒我们 除祂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假扮偶像 全路都提到,原来在神以外,也有很多其他 我们以为不是很发觉的,我们自己心里的神 如飞黄腾达的神,可能是学业晚进的神 鼎姐妹,你的心里面,你所敬拜的是哪位神呢? 我们尋求那位三一的神,我们就得着那个永远不转移的福气 让我们一起尋求神的面 让我们的节目,愿意图高,从未将我面 让我们的节目,愿意图高,从未将我面 我便打开天窝,从天上远着通告 上边聚业,听出人点,愿意图着你的相处 让我们的节目,愿意图高,从未将我面 让我们的节目,愿意图高,从未将我面 但愿若心壮见 又伤得依致 愿这女生以主的歌 弟兄姊妹 神呢 是那个真实 是没有转业的神 刚才呢 最后的时候呢 小童全都提过一节的经文 就是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神吩咐我们的去行 这个呢 是神愿意我们去做 亦都是在那个药的里面 如何去回应神呢 除了我们去歌颂赞美神之外 奉献也是一个的方法 奉献和慈善捐献不同 是因为奉献是信徒 对神的一个回应 是和神的一个关系建立 所以奉献是一个敬拜 弟兄姊妹 今天可能呢 你见不到奉献袋在你面前经过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途径 将我们的奉献呢 是 去 呈献给神 我们可以透过呢 转数快 可以透过支票 可以透过呢 可以透过呢 你到教会呢 将你的奉献 在我们教会的奉献上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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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呢 你向神的一个回应 原意呢 在来近这个星期呢 你都可以这样做 又或者呢 在你自己的 呃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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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萱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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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 因为你是那位 供应我们的神 你也看财人的需要 神我们很感谢你 我们看到香港的疫情 已经慢慢缓和 大主我们 也看到我们的周围 我们看到 香港以外的国家 有些地方他们还是很严峻的 求主你 去帮助 这些地方 医治那些 在感染病毒底下的病人 保存他们的生命 也特别求你 去看顾一些 国家 他们可能未那么先进 在那个检疫的措施里面 未那么快速 求主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 可以控制那个情况 不会蔓延 不会增长 神我们 都为了一群DSE的同学 他们 已经开始去考试了 保守他们 顺利通过每一个科目的考试 也都保守他们的安全 让他们 在去考试的时间 他们是被保护的 不会有任何的细菌感染 亦都赐给他们 有聪明的智慧 让他们能够应付好每一个 每一科他们要完成的科目 保守整个DSE的考试 的过程 顺利可以得以完全 是完结 求祝你祝福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基督明志而求 阿们 我们有少少报告 第一个是关于 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五月份的时候 马鞍山的崇拜仍然都会在 网上录播 突然姐妹留意 何时可以回复实体 就要留意再次 另行的通知 第二个就是感恩 由五月份开始 母堂的同工 沈关熟君全道 会加入我们马鞍山堂的团队 熟君全道 会分别在 乙丝帖妈妈团契 和加拿团契 服侍 第三个的报告 就是教会 感谢弟兄姊妹的爱心回应 一人捐一口罩的行动 我们也呼吁 如果有急需口罩的弟兄姊妹 都欢迎你们 去向你们的组长 去分享你们的缺乏 或者 跟牧者说也可以 智殿教会 3568-7735 跟我们的同工说也可以 我们尽快 联络有需要的肢体 又提一提 下一周的正道经文 是创世纪27章1-29 大家可以去 溫一溫先 那以下来 我们一起 我鼓励大家 在你的位置起立 我们一起唱荣耀众 咱们唱 咱们唱 我们一起唱 咱们唱 咱们唱 在我们一起唱 咱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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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同心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 心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神长久忍耐的慈爱 圣灵的团契与感动 尚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的崇拜到这里结束